当发现外壳出现问题如刮花、裂横等情况时,需要更换外壳。 当需要更换车体内部组件时,需要先将外壳拆卸下来。 作业步骤如下,双手分别捏住脚踏垫两脚处。 向上拔踏板,拆下左右踏板。 将8颗十字圆头螺钉拆除。 取下外壳上组合件。 将车辆倒置固定后,拆下四个十字圆头螺钉和四个自宫螺丝。 取下外壳下组合件。 注意,将车辆倒置的时候,需要注意避免压坏零部件。 将车辆正放置并固定后,拆下固定前内层的两颗十字圆头螺钉。 取下前内层。 拆下荷叶。 再拆下固定后内层的两颗十字圆头螺钉。 取下后内层。 更换新的前内层后,将前内层前置装入车体内。 并用两颗十字圆头螺钉固定。 注意,装前内层时,将前内层的两侧卡到挡板之内。 更换新的后内层后,将后内层后置装入车体内。 并用两颗十字圆头螺钉固定。 再将荷叶装到后内层上面。 更换新的外壳下零件后,先组装外壳下组合件。 将两个新的侧环卡在外壳下的两侧。 将装好的外壳下组合件装入车体。 此处需将车体倒置在工作台上面。 分别安装锁紧螺丝。 即可装完外壳下组合。 装好后将车辆到后来正面放置。 更换新的外壳上零件后,先组装外壳上组合件。 将装好的外壳上组合件装入车体。 锁上八颗十字圆头螺钉。 注意装外壳下组合时,将外壳上和外壳下之前的卡扣装好。 安装脚踏板时,注意左右踏板不要弄反。 在踏板的底部的金属片中间有标记字印。 刻有R的为右边。 刻有L的为左边的踏板。 先将左踏板右倾斜往下放。 将卡扣放入外壳上的两个方槽内。 再将下方往下拉橡胶柱直至拉到底。 至此,更新外壳作业完成。 请多w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